翻譯很廣 它重要是規範內亂外翻罪 竊佔國土罪 100條裡面 七年以上守謀是無期徒刑以上 很重的罪 來台灣的時候戒嚴的時候 講刑法100條 那就是唯一死刑 因為是戒嚴 唯一死刑 那時候蔣介石戒嚴的時候 刑法100條 動用刑法100條 那你就知道是唯一死刑了 所以當年為什麼要繪止民進黨 黨外出為什麼拼命要攻這個 因為它裡面規定的在屋裡頭 要顛覆政府內亂罪 著手實施構成 一被換 一被換就是我還沒有說 我在想而已 也構成 想都不行 想都不行了 思想 那這個不是 你對黨外這些 都可以把你抓起來 先划100條 因為你思想上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那時候才會站出來 大家力挺 民進黨 開始就要廢止他 這是惡法 傅崑吉你簡直太侮辱了一些前輩學者 包括林三田教授 包括李正言教授 包括陳思夢教授 這些都是靜坐在台北車站前面 遊行靜坐在那裡 抗爭這個刑法100條的 現在年輕人 現在在青鳥營 行動這些年輕人哪一個 三十歲以下 四十歲以下哪一個聽過 要Google 你還知道什麼叫刑法100條 現在是在公信 為什麼傅崑吉拍胸部 他是刑法100條的被判處的 你說笑話 所以我說欸 郭芬吉真的老狐狸也很精明 他太懂的 都忘掉了 臺灣人民記性真的不好都忘掉了 但是他從來沒有想過 這一次你們這樣搞謊 你們真是真的很糟糕 要踢到很大一塊鐵板 因為在你外面旁 被這些青鳥行動年輕朋友 從出生開始 就已經是想有民主自由了 對 他們生下來 民主自由就是他們生活 他們沒有經歷過那一段 對 你現在在這裡擴拳 把人民全部包含進去的話 他們會想到 欸 那我們的自由 好像是被掌控被牽制 被限縮被限制了 他當然要起來反抗的嘛 如果說你當時在竹條 一步一步在這裡討論的時候 讓外面聲音也進來 你這個國會改革 人家會替你國民黨會叫好說 你確實有做到人民的充分討論 來怎麼監督政府 但是你這樣子黑箱表決 黑箱這樣過去 外面人親朋友都踏吃一驚的時候 你既然還敢高言晃 擴論來講說你是刑華一百條的受害者 那我說你這個是 國民黨你們總有人要出來糾正他吧 你們黨裡面總有智庫的人出來 你不要這樣 他是執行長 不管你們要怎麼樣 你總要說你不要胡說八道 到這種地步 沒人敢講他了 已經讓他沒有人敢講他了 那這個人不土霸王了 因為現在法律都是他立了算啊 不然藐視國會 土霸王了 現在藐視國會 野心華一百條已經廢止了 觀眾廢止了 沒有了 大家可以衝了 所以我說你這個鼓勵人民 來跟你拚這一行 所以我說真是罪魁禍首 你要講道理 你要講給人民聽嘛 你要上臺發表 你對這個國會改革的看法 大家都可以來聽的 有沒有道理嘛 結果你擠一個讓人家真的不能接受的 我相信他現在已經做股的 至少還有活的這些教授協責 你們要出來嘛 既然有人拿你們 當時拼命在廢止刑罰一百條 結果現在我還講 當時要廢止 國民黨是反對的喔 這條不能會喔 因為現在好了 你們的傅昆吉說 他是被刑罰一百條破壞 民進黨拼命要廢止 那說鬧得多厲害 你還天天為這個案子在那爭吵 吵到外面街頭抗爭 裡面是議會這個抗爭 雙方在這樣打的時候 終於會止了 我們就看到說台灣有往前走了一步了 人民終於可以享受到言論自由民主自由了 現在又開始來了 倒退耶 我還很擔心說 你乾脆再恢復刑罰一百條吧 你有種你就收 重新恢復刑罰一百條 不是在野 不夠看 你重新恢復刑罰一百條 大家都不敢亂動了 所以這個我剛剛講說 連黑道都不如 你這個看看你這樣不是在 我要成立一個最詐騙集團 最大詐騙在你國民黨裡面嗎 這種話你都敢講出口 我真的搖頭 這麼多人會站出來 就是擔心台灣的民主以及人權 受到了侵害 國會的擴權法案 之前大家就在說 那你反質詢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不明 現在就說包括范雲 就說法案三度通過 請吳宗憲解釋 反質詢 他依然不說 之前他就說 等過了之後我們再來說明 結果他也是無法說明 結果羅美林文實在忍不住 罵他說 他居然指著羅美林說 這就是反質詢 所以就是完美詮釋一個 什麼樣叫做自由新政 那吳宗憲不就是完美說明 那個狀況就是讓立委 可以全寢一時 無法無天 然後到最後就可以指著 人民或團體說 你就是反質詢 藐視國會 昨天那個現場 因為都有直播 大家也都可以去看回播 當時吳宗憲上台的時候 真的我們在底下 就想起了一陣掌聲 說好來吳宗憲 你現在趕快來解釋 你有兩分鐘的時間 你來完美詮釋一下 可是他從頭到尾 什麼都沒有說 後來我還原一下 就警戒了在他後面 就是羅美林 羅美林也問他說 那你來說 你把話說清楚 沒有想到吳宗憲在台下 站著就直接跟羅美林說 對 你現在的這個態度 就是反質詢 那我們就跟他講說 天啊 所以現在是 國民黨的委員 比我們其他政黨的委員 更大 我們現在是連委員 都不能質詢委員 不能質疑委員了 這個時候 一直以後說你反質詢 那邊更妙的就來了 因為你要知道 國民黨委員 就如他們所講的 他們也都是集體的幫腔 這個時候王恆威就站起來說 有啦 反質詢就是蘇貞昌啦 我想說 所以以後反質詢的說法 是用蘇貞昌來做定義就對了 有法律可以這樣定義嗎 你就知道國民黨現在他們在立 這個法規的過程當中 是充滿了荒謬 我們需要強調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學生站出來 其實 大家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 對 的確是這樣發生了 因為他說了算嘛 他講不出定義 然後被逼急的直接講說 那就蘇貞昌啊 所以我們要在法律的規範上面就是說 以後舉凡如同蘇貞昌 就是反質詢嗎 對 這法律可以這樣講 雖然我說我是政治系 我不是法律系畢業 但是我要強調 有很多在這幾天的院會當中 我們外面的這些朋友 很多人他們就是政治系的學生 跟法律系的學生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會發現說 這個立法的過程粗糙之外 很多的文藝語意不明 就是沒有下定義 比如說我們講的 藐視國會到底什麼狀況叫藐視國會 你講的反質詢 到底什麼叫反質詢 然後誰來定義 誰來定義 就是立法委員自己定義 對 然後更妙的是像黃國昌 這種字語言是法學博士跟法學教授 我知道國民黨後來 他們也做了一個影片 就說在這個立委職權行政法的 制定的過程當中 什麼開了幾次的公聽會 然後總共加起來多少發言 但是我只講一個重點 那就是我們之前 不論是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或在公聽會所討論的這個版本 那二十幾個版本 都不是後來這四天四夜表決的版本 剛剛畫面中有看到 這個黃國昌跟傅崑奇兩個人在那邊摸摸頭摸來摸去 他們就是半夜摸完之後把那個版本拿出來 言下之意就是 沒錯司法法治委員會有開過會 雖然說民進黨的版本都被封殺了 然後也有一些開會 然後學者也有開公聽會 但是我提醒大家這四天四夜所表決的版本 跟那過去的完全都不一樣 是一個黃國昌家傅崑奇兩個人拿出來的最高機遇 完全黑箱嘛 所以黑箱是黑箱在這裡 對 主委我覺得現在更可怕的是 吳宗憲後來做什麼樣的解釋 包括說因為現在民進黨團可能會提釋憲嘛 結果他在之前接受廣播訪問的時候呢 他竟然說一切修法要符合憲法喔 而且他說提醒大法官 你最好愛惜羽毛喔 不要做出荒唐的視線 這是在威脅大法官嗎 這當然就是在恐嚇大法官嘛 就是跟大法官講說你現在要看清楚喔 包括我們傅崑奇都講了 我明明就是違反證交法 違反內線交易 結果他都會講說他是刑法 100條 對 幾條100條在1992年就已經廢除修正過了 他都可以黑龍誓導 折割導彩導 那現在威脅你大法官剛剛好而已 而且為什麼 因為我必須強調一個 因為大法官在一定的期限之內 他就會重新來做這個人事同意 重新再提議 那到時候又是回到立法委員的 我必須要說 他這個是先給你下馬威 大法官們你看著囉 看清楚囉 在立法院當中 我現在人事同意權當中掌握在我的手上 所以說你自己看著辦 我希望我的法令 我們只是按照多數 如果再加上黃柏槍線的 都可以做到 不然會不會 如果你是私人的 那種小廠是哪種動物 我現在丘庠,你 對,你真的要過 對,你真是誰